现在是先键纸箱参数 也是在手动模式下 点菜单 然后纸箱规格 这里面有九种规格 因为我们这每一个规格已经都设好了 我们先删掉一个吧 删掉一个做示范 9号删掉 然后我们按住两秒钟删除数据 好 现在9号指线下面参数都是0 再进去 然后我们再按设置 这长宽高设一下 指线的长宽高 好 然后计算按这个按住两秒 它会自动计算 然后下边计算 参数出来了就已经成功了 然后保存 按住两秒 这已经就设置好了 然后快速确认 确认的话 然后现在纸箱已经就变成9号纸箱了 再看一下 这已经是9号纸箱了 然后你打自动的话 它也会显示1号纸箱变成9号纸箱